我们平常看到郭台铭都是一脸霸气春风得意的模样 但是这回他上我们节目我们也发现了 他这条红色领带可是打了很久 镜头前他在有这个打领带 结果是有点手忙脚乱的 所以我们也独家捕捉到他打领带的技巧 他这回是DIY自己打的 花了两分钟还没搞定 太害羞的叫我们记久不要再拍他了 就连主持人陈文谦都受不了 还开玩笑说郭董打领带很没效率 那个那个不要录啊 是什么事情让郭董这么紧张 原来是在东森财经新闻镜头前 独家首度献出打领带处女秀 看这里有什么喜欢的女生 会找男人打领带我为什么喜欢的 不会啊 可以吗 这么多人在看 数十个人紧盯郭董拍那一句带 他先是淡定的边聊天边打结 但一个不留神打歪了 郭董皱了个眉头拆掉重新再来 前后花了两分钟 漂亮的大红领带终于搞定了 市长唯一没有效率的事情就是 打领带 因为有美女在看 为了帅气上相 录影前真的郭董同意 还帮她settle一番 平时事业布局 她说了算 但打理门面这档事儿 还是得听女人的话 主动接受专访一开奖就是一个半小时 这位世界代工天王还展现高度好奇心 参观东森财经新闻的摄影棚 然后我们是已经无态化了 所有的记者所剪辑完成的在楼上的档案里的格式 仔细参观复控展现对电视产业的高度兴趣 但看到有记者拿飞瓶阵营的手机 郭董还是忍不住酸了一下 你摔在地上马上就换掉了 对自驾代工的iPhone 郭董很有信心 记者干脆顺势拿出来给他签名 平时郭董霸气平事业 但私下依旧展现铁汉柔情的亲民作风 东森财经新闻张翁成何仁凯台北报道 郭董霸气平事业